他们从小公司逆袭成为世界偶像的过程,每位成员努力的程度,绝对,绝对超过大家的想象。 在这行李,真的没有什么定义。 有些你觉得会成的人,没成。你觉得现在就推出去超之过急的人,却成功了,在produce选秀系列的铁血老师裴允靖表示,舞台上的爱豆们看起来那么漂亮,看起来赚得多,其实真的很酷。 因为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能够长久成功的人真的不多。 偶像太早踏入社会,没有跟同样年龄的小孩一样的快乐生活。 大家奋斗了好几年的时间,就只为了这个目标奔跑,最后发现不行的时候,绝望的情绪是普通人无法理解的。 这一行就好像月亮,真的好美,但却伤痕累累,因为有个地方叫台下。 我19岁就出道了,所有的一切都由公司管理,我连旅行要订票都很陌生,大家一定觉得无法理解,因为他们全数将精力投注在舞台,习惯不去做任何没用的事情,只往一个方向前进。 这一行就好像月亮,真的好美,但却伤痕累累,因为有个地方叫台下天洞说得很唯美,却也让人异常伤感。 当Kara解散时,我真的精神崩溃了,当时还得了暴时症。 我就狂哭狂吃,因为我当时不知道要怎么消化这难过的情绪经历残酷的选秀最后成为Kara新成员的灵智,以为可以开始走花路,没想到加入没多久也走向解散。 演艺圈里人太多太多了,谁不努力呢?谁没有实力呢? 天时地利人和,真的就像一组很难凑成的拼图。 现实令人惋惜,因为并不是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可也不能说完全靠运气。 因为歌手的实力很重要,公司策划能力也很重要,在此基础上还要加点运气原组偶像HOT虽然获得巨大的成功,但随着年轻世代洪流的变迁,也有很多感触。 虽然你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在这行的人谁不努力呢? 大家都在彻夜不断地练习,也因此,现在能站在舞台上被大家看到的人,他是付出了多少努力才能出现在我们面前啊? 真的要珍惜他们。 看完上述残酷又戳心的访谈,节目组问了所有人一句话,如果有来世,你还会当偶像吗? 所有人不约而同地表示,我会,因为站在舞台上的那三分钟,是他们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灯光,视线,以及无可言喻的成就感。 虽然这行真的很辛苦,但是能够做到我自己喜欢的事,就足够了。 也许努力确实不会背叛你,但不代表机会一定会来找你,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事实的他们,依旧不为困难而为了梦想向前。 致敬所有的偶像,谢谢你们的努力,让我们看到这么美好的你。